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Abel 这位人兄是谁呢? 他的名字叫Abraham Lewis Parallet 他不是Brigade 这位人兄 就是第一次做了一个自动代表 原来自动这个名词也有令朋友混淆 因为有些朋友以为自动标和石鹰标是一样的 总之就是不用上链 其实不是的 我们手标大致是可以分开两大类 就是一个拥有机械、机芯的碗标 一个就是拥有一个石鹰 即是行电芯的机芯碗标 机械的碗标大致可以分为手动上链和自动上链 手动上链就很简单 每天都要扭十多二十次 令到它可以那一天运行 这是一个最健康的方法来对待手动标 不要上到它很尽 每天大概是上二十次左右 那只标的动力就会走得比较轻 自动标有一个什么概念呢 因为手动标也是上链 如果我忘记了上链 它便不走 去到一半的时候 而且我还没有办法找到一个中链 去给你对 如果去到中五的时候 你突然间发觉自己的标停了 那怎么办呢 那些人就说 如果我有一只标 我不用上链 它要走就不得了 所以那些制标大师就在想 我有什么办法可以令到标 不用上链可以走的呢 有一件事比较简单的就是 靠我们的身体的动作 去令到标动 因为我们的人 除非你被人点了穴 否则你一天到刻都会在那里移动 而且你会走路 那你的身体就会有动力 所以整个概念就是说 我怎样可以将我自己的动作 将它变成了动力 还要可以储存起它 储存那一部分是比较简单的 因为手动上链的标 都已经有发股了 这个就是保基先生的自动pocket watch 这一块东西整块三角形 有点像飞碟的东西 这个就是那个摆 它就是靠这个摆的动动 就是你的身体移动 它又移动 然后将那个移动转化了 靠那些齿轮 去为那个发条股里面 那条主发条去上链 那这个就是怀标pocket watch 或者代表年代的自动 这个是18世纪 1770年左右的事 要隔多150年 才我们看到自动的满标 即是要去到1920年代 即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那时候打仗 其实是一个很残忍的一个事 所以他们都要 时时都要看着时间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资讯 有时保命的 所以他们都很需要一个 可以不用经常记住 要上链的东西 所以那个年代 1920年 就开始出现这个自动上链的满标 据资料显示 这一位英国人 叫做John Howard 他就是第一位 将这个自动的系统 即是一个摆驼 就放了在一个满标上面 他还拿了这个专利 就是他专利了一段时间 专利这家东西 就是有期限的 那这一个就是 早期的一个自动 自动摆驼 其实都分了很多种 很多朋友都知道的 我们现在画面上 看到那个叫做Bumper 的Oromatic 即是撞铕 那这里就有个弹弓 这里又有个弹弓 那这个弧形 就是那个铕 它撞到这边的时候 然后这个弹弓 就会推它转头 来到这边的时候 又会推它转头 来来回回 摆来摆去 就令到它帮助 主法条股上链 后期一些的摆驼 就开始有各种不同的 技术演变 有两边都可以上链 摆驼 即是无论你向左拼 或者向右拼 你任何一个动作都可以 帮发条股上链 但是也有单向 先上链的摆驼 好处就是它可以 减低那个 wear and tear 即是所谓的损耗 摆驼都有很多不同的形式 刚才我们看到Bumper 即是撞驼 好了 我们现在看到面前的一个 就是一个full rotor 即是整个完整的轟 但是这个说法 其实是有少许病的 为什么呢 明明看到轟轟 只是盖了机芯的一半 为什么叫full rotor 不过大家是这样叫 所以full rotor的意思 其实就是说 摆驼在机芯上面 即是说换句说话说 它会增加机芯的厚度 这种摆驼是拼得最顺 加上如果有些 有些少许先进的设计 即是说有个ball bearing 即是有那些小小粒的珠 在中间 在那个軸心的位置 就可以帮助它更加顺 除了full rotor之外 就有所谓micro rotor 即是微型摆驼 我们广东人就叫它 真珠驼 我自己有一段时间 就很迷这种设计 因为我觉得它真的很特别 那么珍珠驼 就有它的好处 但是也有它的缺点 好处有二 第一 就是因为它 吃了进去那个机芯的甲板 所以它就不会成为 那个机芯增加厚度的原因 可以薄一点 第二 就是因为牙的位置相对比较少 所以可以给我们整个机芯都可以欣赏得到 尤其是那些打磨得很漂亮的机芯 有个珍珠驼 就真的没得顶 但是珍珠驼 尤其是早年的珍珠驼 它是有一个缺点的 就是它上年没有full rotor 刚才我们看到的大摆桌 那么有效的 就是说有时候 会有上年不足的情况下 就是有些朋友 就跟我说 他说我买了一只新标 开了名字都不要紧了 他就买了一只H992 他就跟我说 他说 Able 我的标 晚上我戴了一天 我摆在桌头上 翌日早上就不走 因为正常来说 你走大半天 你戴大半天 应该就足够24小时 亦都有一个原因 可能是某些人比较斯文 走起上来又斯文些 没那么大动作 那我就比较轮盡些 我就动来动去 所以我的动作比较大 可能这样的原因 令到我的标 就会上年上多些 好了 除了珍珠驼之外 我们还有另外一种摆桌 大家看这个画面 发现不发现到摆桌在哪里 这个就是Kalbukara 保齐来的一个汉家本领 他们做这个环形摆桌 很出名的 我们看到旁边 黑黑黑的半月形 就是那个环形摆桌 他把摆桌 摆在基深的外园上 这个做法跟刚才的珍珠驼 差不多的好处 第一薄 第二 不阻挡你看到 它那个基深的漂亮设计 今天的环形摆桌 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它是比较有效的 就是说它上年是上得比较好 但是这个和早年代的环形摆桌 就不是这么说了 就是可能那个物料和技术的关系 早年的环形摆桌 是上上有上捕捉链的情况 好了 看完这个 我还想再介绍多一个 都是微型摆桌 不过这个微型摆桌就没有那么微 这个就是大的环形摆桌 好处当然是它会转得好些 但是它又会压榨些 令到整体来说 那个基深可能都要大些 不过今次我们面前 这个是朗格的基深 大家都知道朗格的打磨 所以就看到也觉得非常之正斗 除了摆桌的不同形状 会影响到之外 还有些东西是会影响 那个摆桌究竟摆得好不好 就是说上年上得好不好 这个就是那个摆桌的物料 摆桌一般来说 都是要用一些重一点的物料 一些比较便宜的基深 它们就会用一些钢的摆桌 大家都知道 钢虽然有一定的重量 但是它不是特别重 所以它那个转动 有时候可能就没有那么容易 如果你中间有Ball bearing 都会好些 就是有那些走珠在中间 那会好些有帮助 但是如果没有走珠 如果是一个钢的摆桌 理论上 我只能够说理论上 是没有那些重一点的金属 发得那么行 那么重一点的金属 是代表什么呢 我们看到很多高级的碗标 都会有一个22K金的摆桌 我们都知道高级的碗标 它们的标学 有时候会用18K去做 大部分都是用18K金 因为18K金的硬度和色澤 和它那个金贵的程度 那个平衡点刚刚好 拿到平衡位置 但是摆桌可以 远一点都没有所谓 所以就会选择用22K 22K就会令到摆桌 因为它重了 就会发得更加好 除了22K金之外 再高级一点 有部分我刚才所说的 Charles III 大的Palmengenny 有些摆桌 是用Platinum 鉻金来做的 鉻金的密度比黄金更高 所以发起来就更加行 可以更加有效 那些制标师傅跟我说 他說 Abel 你不要以為你的擺坨越發得行就越好 其實有時候太過分了 可能會影響那個位置 那個損耗會很大 你的發條盒很快就死了 所以一定要拿到一個平衡 另外還有一種物料 除了鋼、22K金和Platinum之外 還有一種沒有那麼常見 不過都看到的 叫做Tunston Tunston 這種東西 它是一種很罕有的物料 它的重量大概跟金差不多 顏色就是烏黑色 很滑滑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Panerai 有一些Micro Rotor 是用Tunston Tunston 還有一個特色 就是它的溶點很高 根據資料顯示 三千四百十度攝氏 你才能夠溶解到它 所以都不是那麼容易去處理這種金屬 而且這種金屬不是一塊塊地掘出來的 很多時候它都跟其他的物料 和材料混合在一起 在礦裡面要把它分解開 所以製作方面也是花工夫 所以也應該是一些高級的機芯 才會用這個物料 希望看完這個影片之後 大家對這個自動碗錶 加深了形式 如果你發覺有些自動模式 我還未有提及的 你在留言告訴我們 好了 今天星期一周標示 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